这个烟花爆竹伤里呢 最常见的两个部位 一个是除了眼部之外 就是手部 手部的爆炸伤和这种烧伤 也是在这种春节期间 比较多发的一个时段 那如果是这样 咱们二迪角就算了 现在几乎就是这个二迪 大家也不这样放了 都知道这个比较危险了 那我就放雌花好了 雌花应该是不会伤害到我的手了吧 其实这类雌花类的烟花呢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但是比如说发生了这种 比如近距离燃放啊 或者是这个花炮意外倒地之后呢 方向改变之后呢 也可以造成一些 比如说我们手部皮肤啊 这些地方的烧伤 这是有可能的 这种危险性也是存在的 是 我看那雌花 比如说烧 我小的时候被雌花烧过 表皮是那种苍白色的那种 因为这个手部的这个 就烟花这种外伤 所遭受的烧伤啊 普遍来说面积还是相对比较小 所以它的那个严重程度呢 主要是这个根据深度来 这个判断它的严重程度 一般我们在临床上 一般人就要三度四分法 分成那个一度 浅二度 深二度和三度 这么四个程度 一度烧伤 主要是累积这个皮肤的 这个表皮层的浅层 所以它是大家看到 是一个红斑性的烧伤 以红斑为主 然后这种呢 愈合得比较快 大概在一周左右 这个自然就可以愈合了 可能我们就平常是说的 就被咬到了 对对 浅二度烧伤呢 这个累积的层次呢 主要是这个表皮层 以及这个部分的 这个真皮的浅层 这种烧伤的特点呢 局部是红肿 看到窗面红肿 第二呢 它就是个比较明显的水炮 这种烧伤呢 程度也比较轻 大概一般在两周以内 应该能出不愈合 像这样有水炮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拿针 小的时候都拿针 牙签什么的 这个不是 这个水炮 其实皮肤的完整性 对于这个窗面 是非常重要的 皮肤起了水炮之后 我们一般就建议 就是可以周围可以消毒 但是不要去刺破它 尽量不要刺破 刺破之后 这个等于和外界开放了 反倒容易引起 这种激发的感染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就是适度保护 不要去碰破它 好 这是浅二度烧伤 我们再看看下一度 哎呦 深二度烧伤 深二度烧伤呢 就累积的层次 可能更深一些 它除了表皮层之外 它累积真皮层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窗面特点 就是红白相间 然后这个水炮呢 可有可无 这种烧伤的层次 相对比较深 大概需要四周左右 才能达到这个 出不愈合的水平 这个算是 已经是最严重的吧 不是 还有一个三度烧伤 三度烧伤 这个是最 我们在 就是在烧伤里 应该是最严重的一种 这种烧伤的 累积这个皮肤的全层 甚至包括这个 皮下的这个肌肉啊 血管 神经 肌腱 甚至骨骼 都有可能受到累积 三度烧伤呢 这种窗面是比较严重的 大家打开看了之后呢 三度烧伤的窗面 主要是以这种 辣白啊 焦黄啊 甚至这种 瘫化的这种表现 触摸起来就像 硬质的皮革一样 这时候 眼镜程度 最重的一种烧伤 就已经烧熟了的感觉 所以我相信 这个编导可能不忍心 给大家看 更严重的烧伤了 怕吓到他 估计是 非常非常严重 惨不忍睹的感觉 专家提醒 喷花类烟花 容易造成烧伤 可根据轻重程度 分为四级 一度烧伤 表现为皮肤红肿 无水泡 且二度烧伤 表现为皮肤红肿 剧痛 有水泡 深二度烧伤 会出现皮肤红白相间 三度烧伤 已经伤及皮肤全层 甚至深达肌肉和骨骼 皮肤完全坏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